科技进步 网络发达 下棋不再需要选手面对面 透过围棋教学软体 以及网络线上对弈 也可以在家里连接国际级的选手 也透过有趣的教学软体 提升孩子们下围棋的兴趣 随着科技进步 网络发达 传统的下棋也跟上时代进步 可以采用电脑软体和网络线上 来教学与对弈 孩子在家只要有电脑 有网络就可以自学 也可以有老师在线上指导 更可以连线世界各地的选手 在网络上对弈 我们可以通常透过线上的一些互动学习 能够提升自己的教育 各方面的知识的水平 然后现在AI很方便 我们透过AI的学习 能够快速有效的来提升 而且它有一些动画的互动 然后小朋友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功能强大很多 它可以教学生基本的互动 比如说还有基本的提醒的分析 能够透过这些基本提醒的分析 对孩子图像的能力的辨识 还有计算跟逻辑的能力 都能够有效的提升 学习维棋学到一个水平之后 通常都会跟世界各国的 维棋棋手互动 然后我们会透过维棋的平台 跟选手对应 然后检验自己 是不是有维棋水平有没有提升 维棋软体还设计的相当活泼可爱 让孩子在挑战与学习时 有新鲜感和趣味性 从各级位练习 不同棋型的挑战 还有线上与其他选手对异 现在要下棋 完全是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4月16号还将会有一场 花莲与广西的高段位选手 网络视讯比赛 透过网络的无远佛界 拉近围棋爱好者的距离 也让更多人可以走进围棋世界 这里会欢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